凶宅有几个条件 第一 很静 很黑 很白 很吵 都是属于凶宅之一 加上如果外面有很多路 很多马路冲来冲去 都属于凶宅 拿着这几个条件 大家不妨又看看 以下这三间屋 哪里最像凶宅呢? 我们怎样去看三间屋 哪一个是凶宅呢? 其实不是在宅里面 要看外面 其实一看外面 你就知道这里是否会死人 外围根本有些屋是不能住的 由外围看 三间屋完全不同 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提示 我需要用手去感受 可以 自己一个初步答案之后 就是再看回视频 然后再去付出 在我的角度等于一个魔骨 感受里面屋的一个状态 你不是第三间 第三间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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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撇除了第三间 难道四哥已经有答案? 其实一二两间屋 都有火爆气场 唯独第三间是没有 第三间因为它 设置了神桌 设置了所有东西 但因为它虽然有神桌 但是它没有气场 所以我通过这个东西 淘汰了第三间 所以现在你就要在第一 和第二里面选 对了 为了更加准确地测出答案 四个要求 曾经去过这三间屋的工作人员 就着每间屋各写一席字 第二间屋写的心字 它是一种是射的 一种状态 一个射的气场 是的 在我的角度 这种射气场也是不好的 三间屋 你选哪间是空宅 我最后答案 我应该会选第二间 在第二间 为何我会确定空宅呢 因为我通过去摸屏幕 去感受这间屋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模糊的影像 看到一个人 坐在厕所想不开 是的 思维很乱 真的很想去做一些 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 就这样看影片来说 看整部影片当中 他要留意是 会不会有些位置出现的光线 比较奇怪的 那个位置应该是有阳光度的 即是计方位 各样东西是一定有阳光度的 但偏偏那里 为什么会 怎样都没有阳光入呢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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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雄, 雖然說自己不懂通靈 但風水是他的強項 看他的樣子, 似乎想到怎樣找到答案 震雄, 在這個定義裡 這次是否容易找到呢? 不容易 如果純粹看畫面, 我覺得有難度 不是每個人真的可以透過天眼通 可以整個電視劇集 一、二、三、四、五、七這樣看完 通常會建議你可以做到用計數的方法 最主要我訂了一支掛 我問哪個單位是凶宅 我訂了一支掛, 是坤掛傳音 接著我再訂掛的時候, 都是同一支掛 多少號為之凶宅? 一號 男屋主或者女屋主, 有沒有分別? 有, 這個是坤掛的掛, 一定是女屋主 哦, 因為有 是呀, 傳音 四哥和珍紅, 都是風水師傅 對習雲應該十拿九韻 但他們給出不同答案 就是說兩個人裡, 有一個已經出錯 其中有一間是… 四個人 這間 你是選擇三號 你完全不用看片 我們有片給你看過 你不要說 不是, 你可以不看的 太快了… 你太快了 只會有片看 你們只放在這裡 有嗎?沒有, 有去片 那就沒看到 看片不看片 我的答案應該不會改 果然是三秒答案 這次不用三秒 只是一秒而已 因為看圖 我和我自己頻道回來的東西 是很吻合的 三吧 對, 答案是三 我自己的信心百分之一百 因為我沒有遞過答案 都是同一一樣 發棚比較特別的就是 他要看屋裡的影片 而他現在和這些影片裡 正在溝通 你看看他 他是眼珠 因為我們一直拍著他的 他是眼珠的動動 你看看 很匪夷所思 他們每個人找空閘的方法都不一樣 實話實說 其實這三間房裡面 都是有靈體的 但是因為有靈體這件事 其實很正常 難免有路過或者怎麼樣 但是其實有一間問題 應該不是特別大 然後另外兩間 其中一間應該就震起來 一號和三號 裡面都是有這種 常駐的靈體在裡面的 他們真的幫三郊看風水 開始 是不是看過左向 其實呢 羅家看了很多東西 左向 他們學那個叫做飛聲位 對不對的房子 三個鏡頭你都畫光了 是嗎 畫光了… 將軍澳和樂庫 這兩個就… 平面圖上有些問題 平面圖上有些問題 他現在請神了 圈真思祖師 三間房裡面有一間是凶宅 那你會選哪一間? 我會選樂庫 這個叫做凶宅 上學 最後兩位挑戰者 都會選樂庫 各位挑戰者就選了答案 你呢?選了沒有? 稍後我交給電視機告訴你 答案是三號 樂庫 由外圍走廊走入屋裡面 是不是符合剛才 顧問所說的 好黑、好白、陽光進不去的特徵呢? 這次有三位挑戰者 都選對了凶宅 又是否證明了屋運 和人運一樣 一早注定呢? 有幾個大問題 第一個我們剛才看了影片之後 門口是直接衝到梳化 而梳化後面沒有直接穿落 去後面的一個回字形的村屋 也就是說這個村心薩直接衝進來 坐在這裡的人不會受傷 他那個睡房、廁所、廚房在一條線上 這條線上就剛好下了全部的大病 我們說進來左青龍右白虎 白虎位是很傷的 白虎是損人丁的 是 白虎全部… 青龍代表了財患事業 白虎代表了人丁 他人丁的位全部下了白虎 下了病位 所以代表人丁的位是非常之惡劣的 關於凶宅 我們這屆是比較特別的 再問多一條相關題目之後 才再否認 但當然 這條題目的得分是會累積下去的 答案你們看了 暫時有三位是安全的 那究竟哪三位呢 他們分別是風碎、發盆和福浩 另外兩位就比較危險要努力一點 這回合失了手 下一回合 四哥和鎮紅真的要努力一點 再次回到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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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